大家好 晚安 我是今晚的思怡 我是包雷 包公会跳芭蕾舞的包雷 很容易记得名字 我是李后昌口才班的学生 这一期的 很高兴 后昌老师把这一次思怡的任务交给我 给我这次锻炼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李后昌老师学友会 108年度会员大会即将开始了 下面有请我们主席温文翠宣布大会开始 李后昌老师学友会 108年度会员大会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贵宾 现在请允许我来介绍我们的贵宾 那请教导名字的站起来帮我们揮手致意 桃园学友会会长陈国瑜与会员一同 新北市演说训练协会王立春理事长 欢迎来站起来 欢迎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们高雄口才班 美凤班长 美凤班长 行政院公务发展学院 面试班 陈宇环班长 吴嘉明 行政院公务发展学院 谈判班 陈佳妇副班长 欢迎 然后我们欢迎亮平所有的朋友 还有我们社大班口才班的所有同学 大家揮手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郭文翠会长 为这次答会致辞 文革创会会长 各位会员 各位贵宾 还有口才班的同学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晚上来到我们 郭昌老师学友会108年度的会员大会 我们每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今年呢 特地推出了一个会刊 让大家原本的就会员能够回顾一下 我们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还有举办的活动 那新朋友呢 也能够认识到我们各个分会所进行的一些活动 还有各位今天来到这边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 谢谢 谢谢郭文翠 李厚章荣誉会长为我们致辞 李厚章老师请上台 谢谢我们美丽的思议 我们的文翠会长 还有我们陶宛的国议会长 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好朋友 大家好 好 好 很开心 很开心今天呢 大家播空来参加我们这个 李厚章老师学友会 今年的这个会员大会 那今天也特别多 感觉特别的温暖 那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议会 那最重要是我们今天这次的这个会员大会的活动呢 筹备了非常久 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长 我们的这个伟超活动长哦 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总盖室 我们的这阵容总盖室呢 不是忙了一个 忙了一个月了啦 真的感谢他们两个人 这次的这个辛苦的筹备 筹备 那最主要是感谢我们 因为感谢各位同学 这个同学以及好朋友呢 来参与哦 那我们李厚章老师学友 今天是已经有六年 八个月了 已经六年八个月 在这六年八个月之中呢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说我们今天才能这个 盡力来进行哦 那我们预祝我们今天的这个 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邀请 杨真荣总干事为我们报告会晤 谢谢会长以及 委会的各位贵宾 现在李厚昌老师学友会 第三届的工作报告 是自从107年1月1号起至 108年12月31号止 我们继续来会务报告 接下来是财务报告 有请我们郑子怡财务长 请郑子怡财务长 会报告财务 请不吝点赞